南投县南投市新丰国小帮球队成立多年 不但成绩优异 球员们表现也非常的良好 日前先议员洪明科特地来到新丰国小 并办理捐赠太阳眼镜给小小球员们 借此来勉励球员 我们新郎国小的帮球队 在我们中部很有名声 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帮球队 今天阿科来送给我们的小球员 讲一支太阳眼镜 这个太阳眼镜是我们的台南李信心 当市长来送给我们的南包馆 带给会 由阿科来办这些小朋友 在这里也很让我们新丰国小 帮球队在京都 要来参加到猪罗山 咖咪猪罗山全国的帮球线标赛 都能拿到真的好的身材 而这批太阳眼镜是由台南的扇心人士 李董事长所捐赠给南投县体育会的 而日前由洪明科议员代表 将太阳眼镜提供给新丰国小 洪明会总监事表示 希望借由军正太阳眼镜 可以保护学生们的眼睛 感谢我台南的好朋友 李信心李董事长 来关心南投的体育 今天将于 前赞给南投馆的 运动的目减 我们来赞给我们 代表南投馆 来到嘉义市参加 猪罗山北国际 绍棒赛 的新丰国小 还有他的日冠 让孩子有一个机会 毕竟这些天气都很严重 用这个运动眼镜 来补给他的眼睛 让孩子更健康 新丰国小校长 感谢洪明科议员捐赠的太阳眼镜 不但对于棒球队帮助非常大 也期待未来的比赛可以再次荣获夹击 感谢洪明科议员 这次在我们新丰国小棒球队 要到参加猪罗山杯比赛的前夕 将这项的一个物资 太阳眼镜 送到学校这边来 我们感谢新丰国小 这几年在棒球方面 然后勉励再维持 那有这样一个好的一个资源 对于说我们新丰国小棒球队 有很好的一个帮助 也期待这次的猪罗山杯的一个比赛 因为有善心人士的一个关心 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 对于我们新丰国小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注意 新丰国小棒球队学生表示 因为有太阳眼镜的保护 球就不会被太阳挡住 就可以接得到球 这样就不会那个 就不会看到球 就不会那个被太阳挡住 然后就可以接球 新丰国小棒球队成立多年 不但成绩优异 球员表现也非常的良好 新丰国小 感谢县议员鸿铭克的帮忙 也期盼未来可以再创夹击 为南投县争光 记者邱文睿 南投采访报道